10月1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 习近平首先同来华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外方嘉宾代表何颖留念。 对国际友人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表示高度赛选。 习近平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洁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 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一大批国际友人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众多外国企业、机构、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 也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将始终铭记大家为中国做出的重要贡献,合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修期相关,人类命运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中国愿同各国朋友加强友好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大家庭。 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汇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 欢迎更多外国朋友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愿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 汇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 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 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通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有益,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建超越文明冲突。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 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以友为桥, 以心相交, 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 团结各国朋友, 共同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 中国是现代化的参与者, 文明互建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 和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 泰国前国会主席波钦,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严林, 分别代表外方发言。 他们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推进民间外交, 增进各国人民理解和友谊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 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成功摆脱贫困, 实现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灯塔。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 展现了对全球治理的远见着实和责任担当, 为世界各国紧密合作, 互利共赢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发展繁荣必将继续造福世界, 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 让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外国前政要、王室成员、国际友好组织负责人、 友好人士等约200人出席, 蔡奇、韩正、王毅等参加会见。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0月11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 习近平指出, 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是中越两国最本质的特征, 也是发展中越关系最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方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 优先方向, 愿同越方一道, 在深化高水平互利合作上走在前列, 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上走在前列, 在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上走在前列,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 中越双方要把准政治方向, 坚持从战略高度, 把握中越关系, 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轨道, 不断向前发展。 要强化思想理念交流, 用好理论研讨, 干部培训等机制化平台, 加强制党治国经验交流互建, 共同提高执政能力, 破解执政难题。 要打造共赢格局, 挖掘合作潜能, 全面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 努力实现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目标。 要培育民间友好, 用好明年中越建交75周年和中越人文交流年契机, 加强传统友好教育和舆论引导, 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 夯实民意基础。 习近平表示, 今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系统部署。 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不仅将为自身发展, 开辟广阔前景, 也将为越南以及世界各国发展, 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中方愿同越方加强交流合作, 携手做改革道路上的同行者, 现代化道路上的好伙伴。 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为首的越共中央领导下, 越南全党全军全民将顺利完成 越共十三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朝着建党建国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 梁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 越方坚信, 中国一定能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也具有重大价值。 越中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 越南十分珍视中方在越民族独立解放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 向越方提供的宝贵支持。 一贯将发展对华关系, 作为越总体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当前, 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强劲, 越南将继续同中方一道, 落实好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加强两党两国关系, 促进各领域各方面交往合作, 走深走实, 更好管控解决分歧, 巩固和深化同志家兄弟的精神, 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不断取得新成就。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